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能想像一塊晶片上 有超過一兆個電晶體嗎? 台積電的最新技術 已經可以在晶片上整合超過 2000 億個電晶體了 2024 年初 時任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投書 IEEE 宣布為了應對 AI 的快速發展 要讓台積電有能力在 10 年內 透過 3D 系統整合技術 讓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成長五倍 也就是超過一兆個電晶體要放在單一晶片上 但你知道電晶體一開始只能隨便接在電路板上嗎? 我們能讓晶片縮小再縮小 一切都要歸功於那個關鍵技術 集體電路的發明 當我們終於能將無數的電晶體整合到單一材料上 晶片才得以萎縮 摩爾定律才得以實踐 甚至晶片這個名詞才因此誕生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機體電路誕生的故事 1947年世界上第一顆電晶體在貝爾實驗室中誕生 當時貝爾實驗室開發電晶體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放大電話訊號 也就是作為類比訊號的放大器 而電晶體產業真正開始蓬勃發展 還得從蕭克利的八判徒正式背叛之後才開始 上一集我們提到矽骨之主蕭克利 雖然對電晶體的開發功不可沒 卻不是個好老闆 眾多無法被接受的行為 逼得手下的優秀人才紛紛出走 蕭克利不僅沒有反省 還稱這離開的八位員工為八判徒 這邊也說一下八判徒的結局 他們共同創立了快捷半導體這間公司 雖然初期很美好 但隨著公司不斷成長 原先的八判徒與公司的營運方針逐漸出現分歧 並陸續離開公司 直到1969年八判徒的最後一位成員 朱利亞斯·布蘭克也離開了快捷半導體 但八判徒並沒有離開矽骨 而是各自創業或擔任顧問與投資人 將半導體產業的種子 重新灑落在矽骨中 長成一棵又一棵的大樹 其中高登摩爾與羅伯特諾伊斯 創立了MM電子公司 後來改名Intel Inter 尤金·克萊納創立了凱鵬花鷹 成為全球頂尖創投公司之一 傑里·桑德斯 和艾德溫·特尼 創立了超微半導體公司 坦瓦倫丁 則創立了紅山資本 成為矽骨風險投資教父 這每一間公司都俠爾聞名 每一位都有很重要的影響力 但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們硬要從中選出一位 對半導體產業影響最深遠的人物 那會是誰呢? 應該很多人會先選高登摩爾吧 因為他不僅是Intel的創辦人 更是摩爾定律的代言詞 這個答案沒有問題 但如果是站在半導體科技發展的角度上來看 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肯定是Intel的另一位共同創辦人 羅伯特諾伊斯 我們得回到快捷公司 創立兩年後的1959年 雖然現在的我們已經能在單一一個晶片上 放進上千億個電晶體 堪稱創舉 但在60年前電晶體剛被發明的時候 就像我們在實驗課接電路板一樣 電晶體、電阻、電容、二極體 要一個一個焊接在電路板上 當所需的元件數量增加 電路板的體積也就無可避免的跟著增加 而且電線錯綜複雜 就像個亂糟糟的城市發展 諾伊斯想要找到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剛好在快捷半導體公司內 巴胖圖之一的金、赫爾尼 在此時提出一個電晶體結構的新專利 當時最先進的電晶體結構被稱為 台面式結構 嗯...英文可能比較直白一點 稱為Mesa Structure Mesa 指的是平頂山 因為這種結構會一層一層向上建造 寬度最後也會逐漸縮減 最上方是一個平面 這就酷似美國西南部會出現的平頂山 因而得名 而台面式結構其實上方也不是平頂 基極和射極會從電晶體的上方突出來 基極則在電晶體的下方 這種結構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灰塵跟水滴會輕易地沾染到電晶體上 尤其影響到PN 介面的電特性 唉...這邊我們回顧一下 P 型半導體是在 系、褶等半導體燦雜三架元素所製成的 那N 型半導體呢 則是燦雜五架元素製成的 也就是說 半導體是透過燦雜了雜質來改變電特性 如果有灰塵或水氣等外來雜質進入 那就會嚴重影響到電晶體原本的效果 為此赫尼重新設計了另一種電晶體結構 原本在台面式電晶體的製作過程中 會在表面上蓋上一層氧化層 並進行雜質燦雜的步驟 最後再用溶劑將氧化層溶解 全部清除乾淨 赫尼則認為 應該將氧化層保留下來 用來保護PN 介面 在他的新設計中 二氧化系會保護整個PN 介面 只露出各級需要與外部導線連接的接觸點 結果這項改進不僅增加了電晶體的穩定性 更因為有了氧化層的隔絕 電晶彼此在設計上可以更靠近 讓電晶體的運作效能提升 而且製造上也更為簡單 哇 你看 只是換個結構就至少產生三個優點 讓快捷半導體的成員都非常興奮 也給了這種新結構有別於台面式結構的 另一個名稱 平面式結構 但就在他們要申請專利的時候 諾伊斯的銳眼又從中發現了更多可能性 他想 如果不只把電晶體改為平面化 而是把整個電路板 包含電阻、電容、二極體、導線 都放在同一個平面呢? 諾伊斯心想 在電路板上 每一個元件真正發揮作用的元件體積 只佔了一小小部分 剩下的空間 不是被電線、電子元件的包裝外殼浪費 就是無意義地放在那邊 真正關鍵元件的體積只佔了電路板的不到5% 他參考了赫爾尼的做法 將所有元件彼此緊鄰 原本的元件外殼都改用氧化層作為隔絕 大幅縮小了每個元件的體積 並且聚集在同一個基板上 而元件跟元件之間的線路 則用當時已經存在的印刷電路板技術來完成 在基板上 磕下凹槽並印上金屬線的方法 可以讓整塊晶片上完全沒有額外電線的出現 最後 這種在同一個平面上建立起的 半導體器件連線結構就完成了 諾伊斯和快捷半導體的夥伴 都能看見這項發明的潛力與重大意義 但現實沒那麼順利 當他們終於申請專利時 律師卻告知他們 早在四個月前,德州儀器的基爾比 就已經針對機體電路先提出專利申請了 1958年5月 德州儀器新入職了一位工程師 捷克·基爾比 他跟諾伊斯一樣 想要解決隨著電晶體與電子元件數量增加 導致電路結構體積過於複雜與龐大的問題 而他們的想法也很類似 就是要把所有元件都融合在同一塊材料基板上 基爾比首先在同年的8月 做出了以細為原料的電晶體、電阻與電容 證明這些元件可以使用同一種材料完成 接著在9月 他就成功在同一片褶上完成了電路的整合 而且是一個確實有作用 可以生產正弦波的波形產生器 最後他將這種在同一塊材料上組合的電路 取名為機體電路 基爾比從加入德州儀器到發明機體電路 只花了4個月 我想每個老闆都會想要這種員工吧 提外話 在同一年來到德州儀器的還有另一個重要人物 他就是張忠蒙 張忠蒙在後來把基爾比的重要發明 形容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在我眼前默默發聲 張忠蒙從這時開始 也在德州儀器推動了大大小小的半導體產業發展 而我們最熟悉的事蹟 則是要等到27年後的1985年 張忠蒙來到台灣 先後擔任工研院院長與台積電董事長兼CEO 為台灣帶來堅實的矽頓 這部分的故事我們後面再來好好談談 回到機體電路 基爾比的設計 在1958年9月12日亮相了 諾伊斯則是1959年1月提出設計 大約晚了4個月 但這邊也要說清楚 1969年法院判決 諾伊斯跟基爾比發明的機體電路 不存在侵權問題 兩邊的專利都有效 也就是在電晶體發展的潮流下 兩人都面臨了電路需要整合縮小的問題 最後用手段不同 但類似的方案來解決了相同的問題 機體電路的發明對後續的半導體發展影響重大 因為這代表我們能將所有電路在同一片基板 例如繫或褶上完成製造 再將機體電路一片一片從基板上切下來 因為從大塊材料上切一小塊下來的動作 英文稱為chip off 因此機體電路也獲得了你我都熟知的別稱 chip 晶片 沒錯我們的晶片終於在1950年代末期誕生了 機體電路創造的晶片 也讓基爾比在公元2000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然而可惜的是當年基爾比已經77歲了 諾伊斯則已經在10年前就因為心臟病發離世 基爾比在獲獎致辭的時候還特別提到 如果諾伊斯還活著的話 這份榮耀應該由我們兩位一起分享 事實上諾伊斯也絕對值得獲得同樣的殊榮 因為基爾比的機體電路雖然更早提出 但使用的電晶體是尚未改良的檯面式結構 元件間的連結也需要透過電線來連接 相對之下諾伊斯的設計同時包含了平面式結構 和用印刷電路板取代電線這兩項重要概念 近代晶片的設計概念 基本上也是沿用諾伊斯平面機體電路的概念 而且我們必須把時間再次推回到那個年代 因為諾伊斯在發明平面機體電路之後 故事可還沒有結束 前面我們提到在蕭克利的巴叛徒中 諾伊斯是最重要的一號人物 因為在快捷半導體 諾伊斯就像是巴叛徒的領導者帶領大家前進 而當快捷半導體逐漸成長 再次分崩離析 諾伊斯和高登摩爾 在1968年8月離開快捷半導體 決定一起創辦 對半導體產業影響深遠的英特爾 三年之後 他們做出了第一顆微處理器晶片 開啟了個人電腦時代 當半導體的需求逐年上升 矽谷在此時真正開始成長 諾伊斯對這個產業的貢獻 更讓他被稱為 The Mayor of Silicon Valley 意思是矽谷市長 從微處理器CPU 到記憶體晶片 Intel 一向向重要產品 如何推動整個個人電腦產業的崛起呢 Intel 為何會成為半導體產業的龍頭 Intel 諾伊斯 還有這集還沒提到的高登摩爾 他們的故事即將在下集繼續登場 記得繼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集見 為何要在下集裡 會不會再下集中 польз者是新鎖的 можете配合